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今天是9月28號 三幻迎來了全新的版本更新 同時也推出了張核以及法陣的專武 這部影片我們就來聊一下關於法禮的陣容 在台服究竟能不能玩 以及實際的戰鬥測試 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簡單的說一下關於法陣專武的效果 略有小層 強化元星三星的被動 讓我方變得更坦 並且偶數回合 怒攻的最終傷害 可以再額外提升 緊接著是爐火純青 有一個全新的debuff效果 御斬 如果敵方的怒氣越高 造成的傷害就會降低 並且這個效果是無法被抵抗的 然後我方全體可以獲得怒氣降低抗性30% 那激數回合 原先五星的被動 標記 從一名武將變為兩名武將 可以標記敵方的主C以及負C 最後是爐火純青 首回合 我方全體武將 回復600點的怒氣 並且從第三個回合開始的激數回合 我方每存活一個武將 可以使我方全體回復100點的怒氣 偶數回合剛好相反 我方沒損失一名武將 可以使我方全體武將造成的最終傷害提升8% 持續至回合結束 不過這個激數偶數回合 是必須等到第三回合才會開始的 第二回合沒有這些效果 這邊先來做一下關於法陣的專武總結 讓我們全體變得更坦 那造成的傷害量也會提高 額外增加了全體武將的怒氣降低抗性 跟首回合 可以回復600點的怒氣 防止我們在第二回合要進行反擊時 因為怒氣不足 而施放不出來怒攻 那其他的效果 則算是比較偏向於輔助 第三回合 可以回復怒氣 那第四回合呢 變為可以增加最終傷害 以上就是法陣專武的介紹 好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陣容的部分 我相信有不少人都聽說過 法陣搭配呂布 所組出來的法呂陣容 不過正確來說 在陸服都是搭配魂呂布 並沒有人再搭配普通呂布的 法呂陣容也是等有魂呂布 才在陸服上面正式的流行 原先的普通呂布 可以說是根本在陸服沒有幾個人會玩 他的泛用性跟台服比 真的是相差太多了 之後台服現在的呂布 才可以存活這麼久 因為環境的因素 那由於沒有魂呂布 也會導致法呂這套陣容 實際的座右降低很多 原先我在法陣專武還沒有推出之前 我個人認為是玩不起來的 可能會很拉垮 但今天我做了不少測試 發現真的要玩還是可以玩 強度沒有到說真的非常超模 但大部分打其他隊伍 也都是會有一定的勝算 那目前微笑測試下來 是這套陣容的容錯率會最高 豪刃曹操非常重要 當初在陸服的時候 也是有搭配豪刃曹操的 可以增加我們第一回合的坦度 防止我們坦不過 第一回合就倒下來了 那放上雷霆趙雲 是為了防止敵方的這個 鄧愛或者是說香香 對我們造成切後 雷霆趙雲擋住前排 如果敵方有姜維的話 成功可以桌放趙雲 那敵方打後排的話 雷霆趙雲可以提供熔盾 達到一個相輔相成的效果 至於零寵的搭配 主戰有藤蛇的話 可以放上藤蛇 沒有藤蛇使用敷足 那助戰的部分 一定要有4星以上的白虎 另外一隻最好搭配琼琪 不過微笑的琼琪 只有一星 所以選擇放上酸泥 增加我們怒氣回復的速度 在此微笑不建議 無課小課玩家 使用台服目前的法履陣容 養成難度太高了 需求兩隻魂匠 就算沒有雷霆趙雲 該使用蔡文姬 或者是說魚鏡 那好人曹操 還是一定要有的 而且光專武的需求 就必須要有4把了 那當然最重要的 就是降魂路 必須要有一定的抗 以及一定的滅 讓我們撐過第一回合 並且在第二回合 打出高額的傷害爆發 對了 關於戰魂的部分 怒焰是不需要的 但微笑目前有養了三個怒焰 就加減用 因為我們在第一回合 是不會施放怒攻的 導致怒焰的效果完全沒有用 可以的話 最好輔助類型的武將 都帶上聯西 增加我們的坦度 最後我們就來看一下 群雄逐鹿的戰報 剛好在7分鐘前 對上一位黑森打打 是31.2億的玩家 跟微笑的戰力差了2億 並沒有差多少 對於十隻打起來 並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那敵方呢 是放上一個 非常傳統的 盾旅隊 友好人曹操 隨進旅步 那選擇放上魚鏡 並沒有使用夏猴敦 或是諸葛果 那都是沒有關係的 這幾隻 都是容錯率很高 可以做選擇 那我們就是法呂 可以看到第一回合 只能靠呂布的反擊 跟好人曹操的反擊 是沒有多少的傷害 那對方好像沒有放上白虎 再加上呢 呂布第一回合 由於我方的法陣非常坦 所以也打不出什麼傷害 那這一發打下去 打了5億非常的痛 不過董卓也打得非常痛 反傷直接反掉我們呂布一半的血 剛好觸發成功的作防 接下來是雷雲 打出了接近2億的傷害 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再做反擊 高順打下來也打出了1.5億 法陣對於怒攻的首次加成 真的是非常多 這一發反擊打下去 打了5億 成功收走了呂布 也觸發隨進的復活 讓董卓復活了一次 喔接下來更高了 打出8億 不過也因為傷害太高 對上董卓 直接被反死了 雖然說呂布他有這個 蠻高額的反彈傷害節眠 但也是因為 本身造成的傷害太高 這個效果 也未必起到多大的作用 還是會被反死 那成功的桌放 已經桌放過一次了 如果想要完美的 抵抗董卓 之類的反彈傷害角色 可能要把雷雲 放成蔡文基 這樣可以讓我們的呂布 再復活一次 繼續進行追打 那這邊呢 我們的勝算 看起來就是比較大的 我們還剩下5隻 而且雙方的呂布都倒了 但我們還剩下雷霆趙雨 可以做一個額外的輸出 來到了第3回合 又是我方全體罰戰的時間 不過剛好觸發 專武罰陣的效果 可以額外再回復500點的怒氣 那龍魂技能是可以直接施放的 不會受到這點的方面影響 接著來繼續打 不情的施放龍魂技 龍魂技 好那這邊第4回合了 雷雲打出了4億 把敵方的好人曹操給收走 那就剩下兩隻了 最後一隻水晶 他應該沒辦法再復活了吧 暈眩 然後看一下 零醜嗎 或者是神兵剛好噴死 孵珠來了 直接打死 我們看一下 最終的戰爆 呂布造成了非常多的傷害 快來到了30億 是26.3億 那這個 雷霆哨雲也打出了13.4 相反的 敵方的呂布 沒有配上白虎 再加上第1回合 我方非常的坦 導致呂布打不出什麼傷害 反而是好人曹操造成的傷害比較多 那最後就是坦度的方面 沒什麼好說的 那治療量敵方的好人曹操為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本次的法陣專武介紹 跟法律陣容分析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說想看更多 關於法律的實際作戰畫面 也都是可以留言跟我說的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